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知道很多人都认为西州时代实行景田制 但是景田制到底是一种什么制度呢 当时持战国封建论的郭沫洛先生就说 景田制实质是奴隶组私有制 景田是奴隶组私有的 然后上面有一帮奴隶给他干活 说七月流火八月受医 就是他们奴隶在田头有食堂 给他们在那里吃了饭了 然后就干活什么等等 然后把西州说成是亚西亚生产方式的 侯外卢先生就用马克思的亚西亚生产方式理论说 说景田制是一种国有制 于是长期以来就有这种争论 说西州的到底是国有制还是私有制 那么这就涉及到秦搞商鞅变法 到底是搞了一场私有化运动呢 还是搞了一场国有化运动 那么以往很多人都说 这个商鞅变法是搞了一场私有化运动 大家知道董宗书就提到 说商鞅变法自秦则不然 尊讲兼并之人 中用商君行商君之法 那个时候叫做废景田开签莫明德买卖 说景田制取消了以后 老百姓就可以买卖他们的私有土地了 因此很多人说景田制被废除了 就是私有化了 可是到了后来人们就发现了 好像不见得 因为人们后来发现了 其实秦王朝对土地的管制 那个严密的程度 远远不是周天子和春秋战国时代 所能相比的 实际上岁虎帝秦检 就已经有大量的这种记载 是吧 到后来我们又发现了 那个四川青川好家平 五十号秦墓中的 一个所谓的田律 是吧 这里头讲 是吧 这个秦始皇二年 这个时候还是没有统一的时候了 还是那个属于战国的时候 说亡命成像物内实验 是吧 说我们要对老百姓的这个 这个土地进行规范化 是吧 大家知道这个 关于这个国家对这个田地进行规划的 这种意义上讲景田的 讲的最多的就是周礼 是吧 但是这个周礼本身它的成熟 就有很大的问题 是吧 很多人认为它很可能是成熟很晚的 是吧 当然也有一些人像彭林先生 就认为它是那个成熟 其实是很早的 是吧 但是即使是彭林先生也认为 现在这个文 周礼的文本 应该说是有很多 不同的历史时期夹杂的东西 是吧 那么 这个周礼讲的这一套国家对土地的这种管制啊 实际上在真正的西周历史上 乃至在春秋战国 在春秋的历史上都很少看到 但是在秦以后倒的确是 是吧 这个 这个青川的田律目睹是这样 这个 碎虎地勤见里头的 这个也有很多这一类的记载 因此很多人呢 现在又开始说 这个 商鞅变法 其实不是搞的是私有化 而是搞的是国有化 是吧 说商鞅变法以后 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才是真正 那个 那个 发达起来了 是吧 说啊 以前周人虽然有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的说法啊 这就是主张国有制的人 以前 主张西周搞国有制的人 经常讲的一句话 是吧 呃 但是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很多人讲啊 这实际上 往往也谈不上是什么 所有制 是吧 呃 这就像我们现在说 什么地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一样 讲的其实是一个 政治上的统治范围 是吧 他和所有制其实是没什么关系的 而同样的话 在秦汉时代 人们讲的也很多 是吧 比如那个 呃 那个狼叶克什 是吧 呃 就有一句话叫做六合之内皇帝之土 是吧 其实这些人说啊 与其说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更近视于国有制的概念 不如说六合之内皇帝之土 更近于国有制 因为秦作为一个 那个专制控制的力度 远远超过周天子的国家 他对土地的实际管理 要远远高于周天子 周天子其实是管不了 这个国家的土地的 如果说他有所管理 大概也就是王姬 是吧 就是那个周天子自己的领地 是吧 可能是他可以管的 他也是个领主嘛 是吧 他也有他的领地 但是诸侯的那些土地 他能管得了吗 是吧 他事实上是管不了的 是吧 可是 西州或者春秋 虽然那个时候很难说有国有制 但是那个时候有私有制吗 恐怕也很难说 是吧 因为那个时候实行偶根 而偶根现在不管持什么样社会形态 学说的人 一般都承认 偶根 是要强调集体协作的 是吧 在偶根条件下很难产生我们今天讲的个体农户 是吧 当然这个所谓的土地买卖啊 什么等等等等恐怕都很 恐怕都谈不上 是吧 因此啊 我觉得 谈论国有私有之争 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背景的错位 是吧 我们今天可以讲 对国有的东西 我们啊 怎么把它私有化 对私有的东西 我们怎么把它国有化 但是在春秋那个时代 是吧 在所谓的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的时代 是吧 在那个所谓的帅其中士 立其 帅其中士 及其分足 将其内丑的这个时代 严格的说 并不存在国有私有的对立 是吧 那个时代既没有国有 也没有私有 是吧 你说是国 国家其实管不了 是吧 那个时候人各亲其亲 长其长 用韩非的话来说 这就叫勇于私斗 却于攻占 既然是私斗嘛 那你当然可以说 那就是私 是吧 但是这个私有不是个人 是吧 这个私是小共同体 是家族 或者说是一种小的才艺 是吧 因此 我认为 景田既不是国有 也不是私有 而是当时这样一种族群社会中 第一种 小共同体的田字 那么这样的一种变化 我觉得 如果从所有字角度讲 是吧 它其实就是 瓦解周知的一个很重要的 那个根源 是吧 但这种变化啊 是在战国时候才出现的 是吧 但是在西周时代 并不是这样 那么在西周时代 我刚才讲了 已经是个 它是一个族群社会了 是吧 因此这个 西周的价值体系 是吧 就很有意思 是吧 我们现在应该讲 儒家是什么意思呢 是吧 儒家 大家知道 在汉代曾经有过争论 是吧 大家知道孔子 之后才有儒家 是吧 但是孔子本人并不认为 他创造了什么 是吧 大家知道 孔子一直自己自称 他是素而不作的 是吧 我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 我讲了这个素而不作 不是说他只上课不写文章 是吧 我们现在有些人 把素而不作解释为 解释为 他只上课不写文章 这是不对的 素而不作的意思是 素就是少数 也就是传承 是吧 做就是创新 是吧 就是那个创造 孔子自己的意思 实际上是说 他不是说他不写东西 而是说 他没有什么创建 是吧 他的责任就是把西周传下来的这些东西 传之后世 是吧 这就是所谓素而不作的 那个原始意思 是吧 到了汉代的汉儒啊 他就有一种争论 就是这个孔子究竟是先师还是先圣 是吧 这个儒家的宗师 到底是孔子还是周公 是吧 当然孔子肯定是很伟大的了 是吧 但是按照孔子自己的说法 他传的如是周公之道 是吧 孔子经常张口闭口 就是周如何 如何如何 是吧 而且按照他的说法 这个理想社会 就是三代 是吧 但是三代实际上就是西周 是吧 因为他明确说 像夏商两代 他是讲不太清楚的 应于下礼 是吧 周应于盈礼 是吧 但是这个下礼盈礼 都他都不太讲 是文献不足真 故也 是吧 所以这个他都讲不清楚 他讲的最多的 就是周礼 是吧 因此他经常讲 这个周如何好 周如何好 是吧 玉玉乎文在无从周 是吧 到了晚年经历不济了 他就说 哎呀 我好 盛哉衰矣 是吧 好久没有梦见周公了 是吧 他一直把周公 当作他这一套的开创者 因此以前 因此汉儒就有 比如说 汉代发生经学论证以后 是吧 其实古文经学和经学 经文经学的一个分歧 就是对孔子的定位 是吧 这个古文家一般都认为 这个儒家的宗 那个宗祖 是吧 这个东西的开创者 应该是周公 是吧 孔子只是一个伟大的 特级教师 是吧 就是就是就是 一个伟大的 那个那个步道者 是吧 但是那个教主 应该是周公 而这个新 经文经学就认为 这个孔子的地位 是 是是最高的 是吧 孔子是圣人 是我们这个儒家的开创者 这实际上啊 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这样看 是吧 在西周时代 是不会有儒学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真正的族群社会中啊 人们对这一套规则 视为当然 往往那个时候是不需要讲多少 把它理论化的 是吧 我们现在不会有人写文章去 长篇大论的讲 是吧 人是要吃饭的 不吃饭是会被饿死的 像这样的话 人们会认为那是 那是 那是完全是废话 是吧 但是 真正到了一个社会 理崩越坏的时候 是吧 就需要有人把这一套东西 反过来 扶过去的讲 是吧 就像我们现在讲那个 八戎八尺的时候 是吧 肯定是 这个社会已经出了问题 是吧 这个 这个 我们现在讲和谐社会 那肯定是我们这个社会 已经不太和谐了 是吧 如果这个社会很和谐 那个时候 那些人是不太讲这个话的 是吧 要讲这个话 那肯定是 这个社会已经出了问题 是吧 所以 其实这个儒啊 应该这么理解 是吧 在西州族群社会 很稳定的时候 当时是不需要儒的 是吧 因为 这一套东西 当时都被人们视为当然 是吧 也没有特别强调 更没有把它理论化 的必要 但是春秋 那个情况已经 不同了 是吧 在族群社会的盛世 人们都以族群伦理为惯常 没有什么必要 要把它理论化为儒学 但是到了 礼崩乐坏的时候 是吧 到了孔子那个时候啊 他就觉得不行了 是吧 高岸为谷 深谷为灵 是吧 这个时候已经是 很很糟糕了 是吧 人心不古 四风日下 是吧 越来越 不行 是吧 甚至于 孔子都已经说 说如果再这样下去 我就要移民到 哪个国家去了 是吧 这个臣 道不行 臣服服于海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 他出来强化西周的那一套价值体系 是吧 这就是所谓的儒 是吧 那么他强调的就是要恢复原来的那一套 是吧 叫做客己福利 是吧 又叫做新灭国 既爵士 举一鸣 这个是后世的人们说儒家主张復古 主张倒退 是吧 甚至那个鲁信 创造了一个文学典型 叫做九金老太 是吧 说儒家老是说 以前好 现在不行 是吧 的确是这样 早期的儒家 就是认为 是吧 一代不如一代 是吧 最好是三代盛世 以后就是越来越不行了 是吧 人心不古 事风日下就就就就是是是 越来越糟糕 是吧 那的确是这样的 是吧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儒家代表的是 周治的价值体系 是吧 包括小共同体本位 包括性善论 包括权责对应 是吧 这都是族群社会中的思想和行为准则 但是实际上这一套东西 在当时已经是 面临着很大的问题 当然我们不能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韩非 有一个商鞅 是吧 这两个人特别创造了一种东西 是吧 应该讲当时还是一个历史的大趋势 是吧 因为老实说 秦子是在这方面走的最极端 实际上这样的趋势 是吧 就是从周治到秦治的这个趋势 在战国时期已经是很明显的一个普遍趋势 是吧 东方六国其实也搞过类似的变法 是吧 只不过没有 没有秦搞得那么 没有秦搞得那么极端而已 是吧 那么这种状态 如果要讲它的那个背景 是吧 当然我们也可以讲 是吧 这个背景一方面就是铁器牛羹 是吧 和当时的交换 促进了这个社会的个体性 是吧 在族群社会啊 人们不能离开族群存在的 是吧 我刚才讲这个在偶羹之下 老实说这个 真正的个体经济也很难 也很难存在 是吧 因此当时人们当然是有很强的小共同体认同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是吧 但是后来就不然了 是吧 中国开始出现铁器牛羹 这个到底是什么时候呢 是吧 一般人们都认为啊 这个铁器在中国产生的 就是在人类文明这个 这个尺度来讲 应该说是很晚的 是吧 这个 那个 西亚 是吧 现在人们讲最早有铁器的就是 小鸭西亚的鹤梯 是吧 那是在公元前2000多年 就是我们的下以前 就是 就是龙山文化那个时代 就已经有铁器了 是吧 那么 整个欧洲 用铁器也比我们早 是吧 我们最早的铁器 有人说在商代就一把斧头 那个月 那个润口就有铁 是吧 但是后来做那个金像分析说 这个铁好像不是冶炼出来的 是吧 好像是用那个陨石 对那个铁打的 是吧 那么真正的 真正的铁器 是吧 最早的一般来讲都还是在春秋 大量出现 应该说是在战国才有 是吧 那么牛羹 当然就 争议就更大 是吧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 先秦讲的农业 一般讲的都是藕耕 都是用那个铁饰的 是吧 这个铁饰啊 老实讲的 老实说连青铜都不是 是吧 是那个木石器 是吧 这里我要讲 现在人们很多人认为啊 青铜时代作为一个经济分歧 是不存在的 是吧 因为世界各国的青铜器 都很少用来做工具的 是吧 因为这个青铜的数量太少 是吧 青铜一般来讲都是做铃器的 青铜时代人们往往用的还是木石器 是吧 所以青铜作为 作为那个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阶段 好像很多人现在都认为 不太能够成立 是吧 因为铜和铁不一样 铜要贵得多 是吧 所以现在 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 都很少发现有 有青铜当工具的 是吧 但是铁就不一样了 所以很多人认为啊 铁器实际上是真正取代 木石器的一种 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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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境 那么在中国啊 它大概是在 战国时期就 开始比较普及 的地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